大家好,歡迎來到卓右講,講卓右的時間 Hello,我是Ross 我是Ever Hello,我是最受歡迎的日本金 日本金 為什麼日本金看字幕? Hello,我是William,我是Happy 我是Demba Sen,K-Chart 我剛才好像玩Dermine 好,上一集我們剛剛預算第七至第十位 我們今天就是中集 就是講第四至第六位 開始之前,不如我們也訪問一下大家 其實你選擇這個Top10是以什麼準則呢? 不如Happy先 我其實到最後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準則 就是想玩 就是Happy 越想玩就越高 其實你越想玩就綜合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OK 那我講完了 好,因為你很主觀 好,我也是一個是想玩 就是重玩性 或者你會想繼續去玩這遊戲 第二就是我之前也有說笑 就是我欣賞它的創新 或者簡單來說可能是令到一些機制上的東西 或者是Gameplay上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想破滅 是 想收藏 是,一語中的說了 OK 好,那我呢 老實說我今年一百年 就是日本的 就少玩了很多大遊戲或者重遊戲 但是反而留意多了少品的遊戲 那我的準則就是 首先是 首先我玩完之後 印象很深刻 OK 好想再玩 或者玩完之後還有那種感覺 好流功夫 好流功夫 好流功夫當然沒有過書 只是笑了我媽 流眼淚的那種 那我會想玩 還有印象很深刻 或者從中學到一些東西的遊戲 是 學到什麼知識 好流功夫 我猜不猜不猜 動作 他又出招 學到韓子 amino continue 我比較喜歡創意分 創意分 我差不多 今年很多遊戲都有創意 還有一個重玩性 是 會不會我想再玩 這類型 你剛剛還沒說 每個範疇我會選一個 每個範疇 對,就是不同的遊戲,Yurop,Party 都選一款我喜歡和特別的遊戲 Ross呢? 我呢,情況比較慘 所以我主要是看看有些能開到的 就是兩個人,或者是solo都玩得到的 所以兩個人要特別留意Ross這個合作 下次要請你那個另一個人 一歲的小朋友 對,因為真的 老實說,開遊戲開少了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選擇遊戲 我都會看看有沒有solo 有兩個人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如果那些遊戲真的三、四年 Rising Sun 我真的沒玩過 我真的沒玩過 兩個人商量 兩個人商量 一定是他贏的 收斂了 一定是他贏的 怎麼商量 是嗎? OK 好了,就是一點點的 criteria 我們現在就開始第六位 現在就到Edward 我的第六位 其實就是Ross所說的 就是Komba Komba Komba型 Underwater City OK 為什麼呢? 我覺得會高一點點 一個原因就是 我想玩的重玩性 對 雖然你剛才說 他的卡卡可能有些重複 還有他有些限制 就是他 Badak一定用完 對 但我覺得他Draft Dice這個機制 是有趣的 以前是少見的 他Draft一下 你可以影響很多東西 次序、價錢 你走哪條路 你拿什麼卡 我覺得基本上 你每一次Draft Dice的回合 其實已經是一個mini game 對 所以會是 想重玩的就是這個原因 對 這樣 好 我的第六位 就是這個Edge 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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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其實 如果有跟上年都知道 我其實想找一些Skimmage Game 就是One-off的Skimmage Game 上年就 就是 惡夢 就是這個 黑歷史 黑歷史 Mathic Battle 這次再出之後 Dice Dice 他做到Skimmage 那個位置 再加上他的重玩性 就不是 其實Mathic Battle 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Draft 那些Figure 太誇張 你基本上 你怎麼可以 玩一次Game 然後在Draft 然後再打 但他這次純粹就是 一個族 還有一個Debut 就做到Skimmage 再加上 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就是他可以一對一 可以二對二 可以打Boss mode 他還要有個legacy 的Campaign mode 我覺得豐富 再加上他有一個很強烈的故事背景 因為他裡面那六個族其實是三對四對頭 這樣就跟著股仔這樣打 我覺得整件事是 如果以Skimmage來說 他是做得完要有的 這個遊戲 這遊戲有沒有Adson變過兩個字 真的瘋了 真的太多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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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我跟Albert去試 好玩的 真的好玩 真的有很多東西了 如果你喜歡NH的話 你每張都會想玩 升級了做一個Skimmage NH的話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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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推介的是 GP4.0 如果我喜歡Monodip Arena 知道嗎 對 真的 OK 我不知道你們待會有一隻遊戲 會不會有呢 那隻遊戲的名字更難讀 那隻我也不知道 等你們來吧 好 我第六名 Underwater Cit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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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沒有了 如果大家有追蹤了上集 其實我們都有幾個Cover 沒有都是黃度的Europe Game Rekord placement 再加上Card Combo Card Combo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玩幾次都你都會看不完 但是唯獨是太長時間 不過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喜歡Europe Game 這隻金你一定不可以先 沒錯 好 第六位就是The Root Roots 之前都說了一點 那我再補充了一點 因為其實之前我是很怕這一類 每個人做不同的遊戲的 因為 可能現在兩個遊戲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 或者他不懂得玩 其實基本上 遊戲的經驗就會很差 但是 我覺得這隻遊戲 他被RAS改善了 一來是容易上手了 雖然也有少許摸索 二來 我也會想 會不會像Happy說那樣 一定會有固定的步驟 或者好像計劃 我覺得每一次跟不同的人玩 一個地圖都有些變化 所以都會 depend on不同的人玩的 有些改變 所以我覺得都是可以 值得推介的一隻作品 好 金 金 第六位 可不可以看定 怎麼看定 你有很多時間 我第六位是 我沒有功夫 我最好喜歡玩播遊戲 很快 快一點 我第六位是 The Laborer of Hercules 喔 喔 OK 那隻 是那隻 是那隻 海加歷斯的12CD 做嗎 做什麼 做什麼 好 不是 這個故事真的要聽 是 聽他講 是不是017 真的 017 但是 我因為太太太喜歡這個遊戲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特意找自發問他 這隻可不可以算是2018的 他説嚴格來說中文版是2018的 可以 作者都說可以了 我問作者 你們全部無根無具全部轉文版 你們都放進去吧 我問作者 我覺得放進去 你不然都是轉文版的 神經病 神經病 但這隻 你叫作者BGG改回到2018 但我最值得給我 老實說如果他是2018的 我都一定會有 不緊要 阿孫 很喜歡 其實剛才所說 玩遊戲 我真的在這隻遊戲是能學到的 老實說 就是自己人緣不差 就是認識了自發 好像是那次玩 因為那時候玩完之後 其實 阿智凡那句話令到我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就是這隻 你沒有朋友 夠了夠了 我認真說話 為什麼我放到這位置 雖然有少許犯規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是因為他說 你做好人跟壞人都好 你是可以選擇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以新聞遊戲來說 它是一件事 就是這麼多隻新聞遊戲來說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系統 是的 我試過做HERKULYPS 試過被怎樣的隊友坑過 我也試過幫HERKULYPS 你試過做HERKULYPS HERKULYPS HERKULYPS 我試過 TOMY試過 Anyway 我也試過被人背叛那種不開心 但是 都會覺得很享受 但是我做好人 但後來做了壞人 但是我做壞人的時候 都想 甚至是壞人 因為我之前和他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反而都很想幫HERKULYPS 去贏這個遊戲 所以就半半了壞人 但當然最後都是我贏了天使 我也是後來半了 去看他輸 我完全覺得這個玩得上 但是這遊戲真的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OK 好 好了 ROSS呢 ROSS的 想幫我看完就試過 是呀 是呀 讓你做2017 我現在選擇的2017遊戲放進去 然後說法文版那些就出了 是呀 你有份過多謝的 我問了作者 是呀 我的第七位 第六位 第六位就是這隻 叫什麼? 怎麼讀呢? Lem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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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是 超級超級適合電影的遊戲 就是呢 我自己覺得有看過一些Review說過 這隻根本就是Alien的Bot Game 就是異形的Bot Game 沒有拿版權 沒有拿版權而已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根本也是 根本也是 我覺得就算找人拿Alien的版權 原來未必做到一個好的這隻遊戲 對 當然我自己的遊戲沒有完全有機會試完這隻遊戲 因為我真的獨自玩這隻遊戲 但就算我獨自玩這隻遊戲 我都 感受到 就是我還在玩這個co-op mode 我都感受到 你在一個太空船那種的 無力感 就是他真的 我真的可以 你如果看我的Facebook page 我真的可以寫一個故事出來 就是我整個兩個小時發生過什麼事 我都還很記得 好像一個故事 很多經典場面 哇 就是那隻Queen對過來 然後剛剛另一邊可以按鍵 扯他出去這件事 我自己一個人 我真的自己一個人尖叫他出來 整件事很有場面 當然他之前說過 Awakened Wim的這家 他的Production Value Figures Art 已經是Top Top Urge 就是差不多到C-Mon的順序 過了 因為C-Mon的Gameplay 我現在在說Production Value 但是如果他在說Gameplay 真的贏了幾條界面 C-Mon只是隔一兩隻 就是中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但是我想我唯一放得他排名 比我預期中較低一點 是因為我始終我自己真的試過Solo 我沒有跟幾個人一起玩過 還有他的Expansion 就是這些廠的東西比較麻煩 就是這些Expansion 永遠的Expansion 還沒跟幾個人一起玩 來歐洲玩吧 玩的啦 下一隻 下一隻 就是這隻 活在當下這樣讀 C-P-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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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人全部都有準備 其實也不用太多說了 看回艾琛 都已經說到後水 為何放到第五呢 為何不是前面呢 始終我覺得Europe也不是我的最愛 所以我就不會擺放他那麼高 很簡單 我第五名是Key Forge 我本身對這個遊戲完全沒什麼興趣 期望 但玩下去 我覺得Richard Garfield 真的是一代的大師 真是一代的宗師 Stan Lee 是漫畫界的巨章 其實在這個對戰卡遊戲來說 對戰卡遊戲 其實Richard Garfield 真的是同一個level 三隻的 師傅 這隻這麼實驗性的東西 只有他才能想到出來 而且可以實驗得到 又好玩 我覺得最大的特別 其實是我有朋友講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 他作為一個設計師 做這個遊戲 其實很多卡出了 到最後大家因為這遊戲在一起 就會跟著META去做 出了比賽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人的十負責 其實對於他自己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開心 他出了很多卡 很多不同的玩法 可能在這個META 你看看 未必贏到 但那些人就不用了 很多人就變廢子 但他出了這隻 雖然更加多廢子 不過 起碼你沒有一疊 你都會玩一次 還有你都會嘗試不同的combo 而 最大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無時無刻都偶爾 沒什麼做就想拿出來跟別人打 你不會像瓊子的遊戲一樣 我還是不打 我先砌好一點 我先找META 先跟別人切磋一下 現在不是 拿來打 來一波 不要 我先把合對打過 你一定會爆的 就這樣拿自己的DAT 可能你之前玩四五褲 你再拿出來玩 我不信 先反轉打 新鮮感 雖然這樣 又不是拼了一褲DAT 對 還有可以賴 輸了又可以賴 輸了又可以賴 這個真是經典 真是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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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的確可以成為今年話題的No.1 而且可以入到 而且是DAT 遊戲的Miles 沒錯 也入到今年我們Top 10 我的第五位就是FUJI 其實HAPPY也說了 我想補充多一點 第一就是我那時候很喜歡這個MASA的藝術 基本上他買的遊戲 他有幫助藝術的遊戲 我也有吵 開頭都是純粹看法很漂亮 但是玩下去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元素特別 沒有說到就是他的溝通元素 因為他是合作遊戲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你不要經常說 你經驗糊倒 你明白嗎 那次債動某人玩 你一起好玩 那時候也很灰心 第二次我就明白 好像是我 一隻合作的 怎麼會令到你的經驗難忘呢 就是因為有一次玩 有一個合作的 然後你一次玩 跟一些很合作的朋友玩得很開心 那次就知道什麼叫合作 對 對 那都要說 他有交友元素 還有合作 我可能是唯一一隻 可能都挺做到合作 因為完全沒有RPLAYER 完全沒有RPLAYER 這個因素 也是一隻很欣賞 合作機制來說 很獨特的一隻遊戲 沒錯 我第五名 我第五名是 TOO MANY BOMBS的 Under Toe Under Toe 這些是上年的 Under Toe 不是上年 Under Toe Under Toe Under Toe 可以為何 是說得代了 失誇的 很強調 所以我會經常驗 當年 開懷也沒影 寫 Felix Bond 真的 shore 還有一隻 不是Fenix Bonner 你的十元了 你的十元了 一年好像是什麼 一年又是什麼 安靜安靜安靜 你講 其實我覺得 這遊戲首先是把一個叫RPG 帶來一個大廣告給大家 雖然不是去到哇 去到另一個世界 但是 他將Ted Tree 玩到太出生日法了 之餘每個角色是真的玩到那種特色 是 就不會說每次的魔攻 軟攻 和近攻 不是這麼簡單 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放進去 還有你用色 它怎樣 摘色會不會真的好 又不是的 其實它升了Tree 令到你 就算摘得不好色 它都有 因為其他方可以做到的 補償機制 令到你可以玩到它 之餘它的怪獸的異能 是令到 為什麼怪獸可以想到這樣 再加上 正常打RPG game 一個很大的格仔地圖 Sorry 十六格而已 你要怎樣走 還可以計算到近攻 加員工 真是不得之要 還有 玩的時間 大概我寫短的故事 可能兩至三個小時 可以完整個故事 我已經感受到 又出發 怎樣升 中間怎樣滾 再打大哥 那種過程 完全過足人 之餘 它直接的pass 美得不得之了 所以其實我的遊戲 是來到Top5的 但是唯一要套租一下 就是真的太貴了 還是這個 為什麼要用這些 chips 不是用紙Token 總之 很享受的 玩完 很想再玩 很想試新角色 或者用同一個角色 用不同方法 去打進去的遊戲 那些基本遊戲 都是那些特點 我接著要補充的 放心 什麼Basic Game 什麼Basic Game 即是2017 他説 2018 那是2018 我真的覺得 你如果有興趣 之後你下年再看 下年就會出第二集 下年會再說 好 那Ross呢 我其實真的沒有補充 因為第五集 都是Too many points 謝謝 多謝 多謝 不是啊 但是你明不明白 我唯一補充的東西 就是說 你不用了 我會再說 如果一個人兩個人 玩這個遊戲 整件事真的很完美 我覺得就是比打機更開心 是的 我覺得其實根本就是 是Bot Game的 我不知道是RPG的 Ded Up 那些東西 你真的 那些角色 而且其實它是幫你不用 你不用像RPG的 你要去計算 一些Stats 你總之看著你會 roll些什麼 然後去Song 我同意這件事 就是它真的很貴 但是那個Production 那些東西 是真的 我覺得重點是 貴得來 你的東西全部還不到 你怪不得好像 Mific Battle 哎呦 有Big Man 你有沒有聽過 不要緊我 我也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網上有個故事 是說過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就是說 有個外國那些 你的遊戲 放在地牢 外國很多 是的 然後大雨 就浸了所有的遊戲 但是一隻遊戲沒事而已 哈哈哈哈 就是Too many books 因為你的卡是膠的 chips的 是的 真的沒事 真的沒事 你可以放進去浸水 唯一好像在游泳池玩的 對 他在游泳池玩的遊戲 對 會加分 你其他遊戲可不可以 這麼多呢 這遊戲會發霉 對 他不會 是教的 真的 2019計劃 Collector一定要進去 Collector一定要進去 OK 我懷疑這遊戲是唯一一隻 可以傳給下一代的 OK 都不會玩的 這遊戲 會玩 玩Legas 真Legas 我想說的是 它是貴 但是 它的操作價值 比起 其他遊戲 其實不是很過分的 我真的不是很過分的 沒有問題 是2017 哈哈 我兩個 爺爺而已 沒有問題 下一隻 下一隻 我的第二名 第五名 我的第二名 其實就是Cashy的第五名 就是這個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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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何求 不是 活在當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差不多意思 哈哈哈哈 一身何求 和活在當下 是兩樣東西來的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我想這個要 放在Jagok 放在Jagok 一身何求 玩完可以 其實遊戲又有背景音樂 對 為什麼選擇它 因為大家知道我很喜歡SF 對 其實是很Solid 一身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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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峰 最高峰 吃得玩的遊戲 一個小時很爽快 一個精華版 對 也很有SF的味道 對 味道就是 給你一些很少的選擇 如果你們很出名 Bragundy 只有兩顆色 之後有很多選擇 可以選擇 這個就是 在前面只有兩顆Tiles 但是 你之後怎樣組裝 那些Combo 然後 Scalling有很多方法 但是 很多方法之外 你Scalling的機會 有得很少 對 你怎樣去掌握 節奏 去增加Scalling 還有 重玩性 又是超高 因為Scalling 那一疊卡 是超厚 對 你每次是用十多張 對 你永遠 每兩隻Game 都是一樣 Scalling 對 所以 是很難的 你都擺第五 對 他不是你最頂級的SF 你擺第五 那頭四隻是什麼 對 頭四隻是什麼 對 頭四隻是什麼 然後在早餐吃完 都還沒睡醒 玩完這隻Game之後 好了 完 我們解決了 就是第一 不用 就是有那種這麼厲害的 但也不是Edward的Top 1 對 還不是那些美式Game Keyf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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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 好了 我們現在就到第四 我們開始到HAPPY 第四名 我是第一名 是啊 第四名 就是Decrypto 接馬 接馬 沒有更多人聽 這個名字 是嗎 差點這隻 我覺得 差點 差點就到了Top 10 就是上當年這個叫做 Code Names Code Names 一出的時候 大家都大為震驚 這隻Polygon很棒 老少咸以得利 又比較正經之餘 又挺好玩 今年的Code Names 就是 不好意思 Code Names 不要再開 我以後就是 這個真的是 Code Names 因為 它用另一種玩法 解決了Code Names 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而且也是同樣地 Target 老少咸而 正經之餘 又可以有很多 FUNNY的玩法 是 一種的古致的Game 對 對 人數的限制 亦都很Flexible 你Party也好 四個人開始又可以玩到 是 所以我覺得 你繼續吧 各樣來說 這隻絕對是今年的Code Names 要停一停 這個Game其實是哪裏出的 等一下 反對 我覺得問題是 我覺得這隻老少咸而是不行 我覺得 教這個Game 和Code Names 這隻難教很多 是嗎 我覺得你容易教Code Names 我覺得是難教的 不是 先聽完這句 不是 絕對是好玩 所以你問我 如果你說你將它定位 是Code Names的進階版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你說你用這隻 來Q了Code Names 我覺得不行 如果你第一次玩這隻 有一個方法的問題 其實你不用說那麼多 你直接試一圈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的Player的掌握 因為問題是 Code Names沒有選擇 你給Code Names 給Names就做 但現在這一隻 你要 他很容易的位置就是 我第一次玩 玩完之後 他可能說完第一個 對方已經猜到了 那 就是那個體驗 不是玩錯 不是玩錯 就是他給一個Code Names 我理解Cature那個說法 其實整件事 如果你不猜到 你不會很直觀 你不是想要連接自己的東西 你是想要拿一些東西 形容那些東西 也不想讓別人猜到 這件事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未必那麼容易得到 但是這個正正就是這個遊戲 好的地方 好啊 為什麼呢 讓我來講一下 因為如果Code Names來說 如果Code Names來說 你永遠都是 矛盾對決 你永遠都是一個人 就去做那個Leader 是的 他的思考成績程度 就要向整條 但是在Decrypto 他的玩法可以是一個人做 或者輪流做 對 這件事你可以調整到 教的時候 可以由 資深一點的Player 開始試一次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接下來那些人 就會開始解決到 不不不不 其實我也是先弄千個 我不說這遊戲不好玩 我也不是說這個遊戲 比起Code Names不好 只不過我覺得 你不可以用這個遊戲 來取代Code Names 因為如果這個遊戲 你一開球 就教這個遊戲 我覺得它是 是難cash過你 不要緊 我會再補充 我會支援Happy 好 OK 下回分界 下回分界 第四位 我的第四位 Cryptin 之前也有說 水怪 水怪 我補充多一點 為什麼這隻會去到第四 第一就是 我覺得是 Deduction Game 這隻我根本 是 我都堪稱 是完美之作 一來它本身 是很多變化 地圖多 二來是很容易開 301的重玩性 真的很高 很高 而它真的 推理成分 是很強 Deduction 成分很強 基本上 你要找一隻容易開 基本上 什麼人都可以玩到 因為它有分 基本上 基本上 結合這麼多的元素 今次出到一隻 好像很精明的一隻創品 所以就入了Tough 4 又補充 你 你又知道 我想說 我知道 本身這隻 就入頭十屆 很緊緊的 我喜歡反對 你這麼不開心 你這麼不開心 挺好 你說 你不說 其實我覺得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 那個 差距很明顯 如果大家玩過 老手伸手 玩過 玩三次 玩一次的差距很明顯 其實是害怕 老實說 我覺得玩得多 就是不斷在腦內 做這些排除法 是 是 對 對 我覺得是 對 所以我覺得 玩得多 重玩性 對 重玩性 在Map的Generation 或者Glue的Combination 是很多的 但是你的Pay 是否一直在想同樣的事情 玩很多次都是在想同樣的事情 不斷做同一個練習 不斷做同一個練習 不過你去到Glue的 應該玩了十幾次 對 對 我玩了十幾次 我玩了九次 對 你真的有數 有 他每次都要抹輸 對 每次都要抹輸 他堅持 很執著 好 繼續 好 我第四名 我第四名 是Combra 噢 Combra 其實之前都說了大部分 優點 只不過我覺得 這麼多東西 炒一碟 又可以煲出一個很好的集炒 挺好 又是輕輕玩 又重玩 重玩的 又鬥玩 胡卡 真是有趣 當然 有少少的 可能是平衡上的卡有問題 或者是陪伴 當然 可以看Player 因為他有卡到人的成分 但是 我都是享受的 Cr過程有 卡有 Draft式 就像Edward說的 根本是一個mini game 這麼漂亮 這麼List的遊戲 所以我回到第四名 OK 好 接著 我的第四名 就是 新鮮滾熱辣 剛剛 在拍攝之前 一小時之前 玩完的ROOT 對 這東西我其實 認識很快 很久了 沒有機會 哪有機會 有三四個人 三兩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很喜歡 有Solo Mode 有Solo Mode 有Solo Mode 如果你有看我Facebook 你都知道我早幾天才賣 這遊戲 還要多少人在Facebook上投訴 但是 我想說 其實在歐洲 這個遊戲 都是一遊戲難求的 是真的賣不到的 是真的賣不到的 ASSON 也是炒到 80-90歐5 只是一隻Core Game 火熱到這個程度 但我自己本身真的很喜歡 這些 Asymmetric 你知道我一向很喜歡這些 而今次 我自己玩完之後 覺得他把RAS以前 看到你不想再看的ROOT 完全改善了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是 不是新手可以玩到的遊戲 但是他也可以玩一些簡單一點的軸 去慢慢去調整 但是他跟 他做到RAS 那些很多 我做不到 achieve不到的東西 他一次去改善 就是可以精煉了RAS 出來 是啊 這個作者的遊戲 真的值得繼續留意 所以我是 我真的很喜歡 但是我想再加速試多些 如果expansion 同樣玩完一種複雜玩 或者再試 軸 或者是 如何再好一點的 試完7個軸 我應該會很開心 你多開玩遊戲 玩7次 是 好 7分Wonder 7分Wonder 關7次什麼事 OK 好 現在第四位 第四位 四位我都是SF 是啊 那隻都是第四位 對啊 我想還有3分 難道真的是Kipwatch SF沒有出的 真的嗎 可能 上年有 不是中文版 所以是中文版 中文版 應該是 中文版今年 應該是 還有10周年版 真的 對 Stone Age 10周年 肯定是 Pandemic 可能是Pandemic 好 好 是什麼 FORUM Chajang 神經病 很難猜 為什麼第四位 我覺得 我喜歡他多於活在當下 唯一夫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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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唯一夫何求 是什麼 繼續 不要打他 我喜歡他 SF味道很濃 就是 今次就是 純粹你每次選兩塊Towel 對 然後在哪個位置選出來 以及要哪一塊 很簡單 但是你選擇那塊的位置 已經影響了很多東西 對 有多長遠 對 就是 那位置已經影響了一張objective的單 接著又影響了你那個環環的combo 再影響了那個特技 然後你刺了一個位置出來 然後再填一些什麼 然後又有一大串 對 就是你少少的動作 一串的train reaction出來 所以是好玩 就是他這個複雜程度 比之前那隻 是再多一點 都會很上場玩 對 所以放進去 這隻其實那時候我都有留 就是我跟Underwater City比較 是 我都覺得它是很好玩 還有它整個system的環環相扣位置很好 但是我發現怎樣 我覺得它 就是你重玩那個變化位 是沒有Underwater City那種path 就是那種不同path考法的 它是真的你玩過 就是那個action本身的話 但是玩玩相扣的那個很過癮 反而我覺得如果玩多了兩次 我發現那些card始終有下 有那個招牌 那個變化位 可能我喜歡Card Combo Rata來的狀態 我覺得是取決 但我也覺得很棒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它真的好在 就是我原來是好在 明白它的film和它的環環相扣 沒有什麼關係 不一直都是這樣 SF的 你知道嗎 當你玩一隻重的遊戲 要想那麼多的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玩了一邊算數 那你玩SF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寧願玩了一些重的東西 回去看歐遊鏡 回去看歐遊鏡 教一下它 你去取捨這個 所以我就幫你下次歐遊鏡邀請William 對 你教一下它 就是 這概念錯 不錯 我喜歡SF就喜歡Pong Stalin 有什麼好投訴的 我們今集最後 你不是玩過很多爛電影的遊戲 有電影是 沒有 不是最重要 不是最重要 我們今集 最後 最後 第四名 Edge 我的第四名 跟Ross一樣 都是ROOT Gap 我剛才覺得不出聲 因為我覺得幾件事 幾件事要語言 首先第一個就是他們說 就是那些軸 我啊 對 在那邊捉了 其實我覺得 他們兩個來一會打的 基本上 其實你譬如Kafuru War 又或者你很多這些 asymmetric的遊戲 其實都是一樣是這樣的 是 我覺得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問題就是 你的對手的對應 跟Map上高的 基本上你其實是在玩遊戲的 Player之間的那個互動 是 沒錯 而我覺得ROOT 比起 就是在這類型的遊戲裡 我覺得它更強的地方就是 它那種ROOT的不同性 但是它又可以用同一套的東西 就是它用那套卡來做 就是它一卡多用的 它是在角色那塊板上去做 其實我一玩完之後 我就馬上有一個感覺 就是 它會不會好玩過Kafuru War 就是我直接是 閃這個畫面出來 原因是 原因是因為 那些可愛公仔 那些Kafuru War 是啊 那有人覺得那些小鳥 或者那些什麼 真的跟Kafuru War差不多 是啊 因為 突然炸光了 因為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問題就是 我喜歡Kafuru War 就是每一個軸 是在做完全不同的東西 而這個遊戲就能做到 謝謝 拜拜